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几个视频 专门来聊这个米尔顿和海伦 飓风在北可莱纳 在这个佛罗里达附近的乔治亚的地区 造成的影响 相当于一个星期的美国媒体反正 全是跟飓风相关的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一个是2024美国农头大学 到最白热化的时候呢 那当然受灾的地区有关键的摇摆州 还不止一个能不给你上强度吗 而且规模这么大 程度这么深 这么严重的灾害 要涉及到联邦政府去救灾的 救的好了 民主党的功劳 救的不好 共和党捡到枪 而且规模这么大的灾难呢 那肯定媒体要是全程报道了 不报不行 各种细小的问题啊 特别还传出各种各样 难以解释的什么直升飞机 开过去这些把灾民设置 简易帐篷什么物资全部吹走啊 人受灾这个州 没有受灾地区的老百姓 自发的组织什么拖拉机 什么卡车 想去进灾区 居然还没拦着 不让进去 这样的说法传出 实在让人感觉非常难以理解 在伴随着董王跟卡玛里斯 写的风口浪尖的两个人呢 先后到灾区去慰问 并且表示对方阵营 才是真正不在救灾 是真正在害灾民的人 这样剑拔弩当的洗一下 我们再给他添击把火啊 加一点柴 给大家展示一下呢 这几天同样出现了 梅拉基说了一些重要的事啊 第一个来看一下WAPO 出了一篇专门的研究 研究表示说呢 在北卡外纳的一些山区啊 政府要发布是吧 你这个地方应该是要遭灾的 那么要求老百姓呢 建议你要撤出是吧 那么这个什么地方认为是有风险 什么地方没风险 这个划分呢 出了问题 发布的认为 遭到洪水有风险的这些 要七倍高于 FEMA联邦引领管理局 在地图上面呢 标明了 所以这个结论 作为WAPO的独家调查研究 发布给美国老百姓的 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就更加的加剧了这些人认为呢 FEMA联邦引领管理局 这个可能性进一步加大 让洪州的老百姓死 让非法移民进入洪州 给美国投票 或者是呢 让这些铁炮仓呢 在沉默中消亡啊 明日不战而胜 那么WAPO的这个独家新闻 发出之后呢 那么有一些社会团体 我们看来这个账号叫做 社会主义和解放党啊 就大哥呢 在讲 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你看到我后面没有 一片泽国 我们这个社区 为什么联邦 别人联邦政府了 什么政府也没跟我们说 我们这个地方遭灾了 结果现在呢 吃没吃 水没水 水没有啊 比如大人了 孩子都没水喝 也没有电力 没有食物 没有政府的援助 为什么这一切发生了呢 那是因为资本主义 对败坏的技术建设 和进一步加剧的气候危机呢 束手无策 所以这个事呢 进一步加深了 美国民众对于联邦政府 到底在这次非常重大的 救灾活动中 办一个什么角色 是不是有诸多机构 趁花打结 或者对受灾群众的痛苦 作弊上官 像直升飞机用气泉把人家救灾 账房还有物资 全部都破坏这件事情 现在没有一个答案 所以说在本来就不信任上面呢 还要再加剧一些 那么另外一件事呢 风吹完了之后 电力在慢慢慢慢的恢复 慢慢去那些完全没有什么 饮水断气交通的地方呢 尝试去救灾 那么之前救灾的过程中 还有遭灾的过程中呢 一些群体 一些部门和机构 发表的言论 去执行的政策呢 现在一些正确问题啊 被抬上来了 比方说呢 闹得非常厉害的一个啊 途中这个是电视截屏啊 一个县的部门的官员 在向去疏散避难的群众 解释避难所的政策 其中呢 非常明确的提到了 如果说是性犯罪 已经被定罪了 或者说是丸童的啊 儿童刑击犯 那么他的前文 刚刚播报的那些 叫做普通避难所有儿童的 有生理女性的 这些性犯罪者和儿童强奸犯 是不允许进入这些地方的 那么这个事 现在被捅出来 引起了很大争议啊 补充两个小的细节 第一个不是说不让他们去避难啊 对这些人员呢 有专门的避难场所 还有的呢 建议说如果没有这些县 专门设一个场所给他们避难呢 他们可以去这个县里的监狱避难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着 人家现在没犯罪是吧 没犯罪 你叫人家去监狱避难 监狱避难嘴皮烦烦说的好听 但实际上执行的时候 是怎么个避难法 你色不色及对人家 刑法示范人的歧视 还有恋童癖这个问题 在明朗的正确的话语体系下呢 像他们的一些教师 已经在叫学生不要去歧视恋童癖 管他们叫Maps 被青少年或者被儿童吸引的人 所以假如已经通过政府门的一些监视 或者怎么叫的行为 发现这个人有恋童癖 或者儿童性犯罪的趋向 已经列在这个录路里了 但是呢 这些人士并不是已经对儿童实施性犯罪的 那么对待这些人士 应当向对待之前已经被定罪 儿童性犯罪者的这个方式 确对了吗 是不是歧视 是不是不够包容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再说一个小的季节 就是犯人 你去监狱必须 那监狱的犯人和狱警 有没有疏散 这个非常有意思 佛里达的很多县 这个也是按县来的 很多被认为说是 必须要疏散的地区里面的监狱 完全的没有任何疏散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之前老个人应该记得 前两年刚讲的是吧 坦帕市的市长 被CNN邀请上节目的时候 也要跟群众喊话说 希望你们赶紧撤离吧 所以我们列出这些地区 你居然不撤离 那你就是死 对于这些监狱来说 监狱为什么不撤离 监狱的犯人难道没有 就算他们要关起来 剥夺自由 他们的生命权就这样 不管不顾吗 那如果就算是 有一些极端民众任务 说反正犯罪了 趁这个洪水是吧 不小心冲掉了 怎么着 反正也为社会除害了 那么狱警是无辜的吧 狱警总是无辜的 狱警为什么要陪着 他们一样在这个 应该撤离的区域里 待在监狱里呢 另外还有第三个事 可以算上一个小小的 名词解释 因为这两天 我看到中文互联网 有很多朋友在讨论 说什么叫恶意救灾 一看人看到 谁说恶意救灾 然后一看人放了 一个新闻图 这篇文章是 华尔街日报 专题报道 说去救灾这个人 不是说联邦政府不救灾 那么老百姓 不是自己去了 有很多团体都去救灾了 那么有一些团体 华尔街日报 认为是叫爱国前线 Patriot Front 华尔街日报 认为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人话说就是什么 认为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 趁政府救灾不利 也不能名字这么说 反正是政府还没来及救灾 所以趁这个救灾 有狭隙的地方 进入灾区 在这个空隙反政府 或者说现在遭灾 极待救援的灾民 输出他们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 这样的民粹 是值得警惕的 讲这回事 但是由于是民党媒体 所以说极尽其所能 要把这个白人至上主义 跟董王跟妈妈联系起来 这里必须要讲一句 不是所有白人至上主义者 都完全的 或者说部分的支持董王 有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 也在反对董王 比方说说的这个Petrofant 他这个头 他是从另外一个民粹组织里面 分裂出来的 他这个头上人家播客 明确表示 民主党欢迎非法移民的仇恨 认为民主党这样做 是危害美国 但能不能说 他就非常支持董王了 也不是 他明确反对董王的 支持以色列的 这样的政治立场 他认为以色列根本不要支持 认为所有的民族 就认为你应该有自己一块地 我们也不要来管你的事情 你们也不要来搞我 所以说把董王认为了 一部分的孤立主义 然后美国优先 别的那些什么 日本韩国 你们都爱怎么样怎么样 董王这里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逻辑 也是被共和党的一些人批评的 反总派 认为说你既然认为美国孤立 就是美国优先的话 那为什么以色列比美国优先 对你说日本韩国 我是给你看门的 我是你的保镖 我是服务于你 你要给我钱 北约你们这些国家不给钱 那我美国退出北约 但是这些话语里面表现出的 美国第一的自豪和骄傲 假如换到 说到以色列问题的时候 董王完全是换了一副罪裂 为什么只对以色列 要啥就给啥 那这个是说不清的 对不对 所以说也不是所有这些 白人之上群体 全都支持董王 在以色列问题上 只与一个例子 Pitrofran 花旗日报专门写这文章 打着这个组织 反正他们的头 是明确这么讲的 反对董王 那么必须要说一句 他们确实有很多人去了灾区 这个是真的 放出来了 而且灾民了 也很感谢 倒下来压在什么不知道哪了 把这个树给切掉 那确实这个不是说什么 你想怎么着 大型机械也接不去 全是烂泥地 确实有很多人力需要的地方 而且人家也没有 我帮你搬了 你要给我钱 没有扯钱的事 而且没有任何 在他们宣传材料里面 或者是灾民上社交媒体表示说 在救灾的过程 或者救灾完了之后 向灾民去传播 他们的政治思想的行为 比如说 就只是来救灾的 救灾完了 没有说你要感谢我 我是爱国前线 爱国前线到底是干嘛 人家没有这么说 所以说这个救灾 到底是什么意思 华尔街日报认为 是传播白日之上主义 或者说极端组织主义 甚至职业员 以一个不是特别 靠得住的组织 说这些人是新纳粹 那么这样的行为 引起了很多灾区民众不满 我们来看一下 华尔街日报底下 一般是清一色批判董王 但这篇子下面 很多人批判华尔街日报 说你们根本不在乎灾民 你们如果觉得说 什么极端团体 就不能去救灾 说什么爱国前线 是极有的话 那极左就没有极端团体 Antifa当初BLM上街 跟MAGA的自豪男孩 大成一团的 一个穿黑衣服 一个穿红衣服 互相打来打去 Antifa怎么没拍到救灾 什么多元性别人士 怎么没拍到救灾 橘子海红继续救灾 也没有 最初第一个高赞评论表示说 那些帮助了你的人 你没有说人家帮助了你 你就要去信他 信了政治的那套 对不对 人家帮助了你 所以你就得信他那套 人家也没有这么宣传 没有人这么说 然后下面一个回复中的回复 再补一下刀 你现在遭灾了 看到一群就业者来了 帮你清理你的社区啥的 然后你第一个问题 什么也不问 先问人家的政治立场 先问人家政治的意识形态 当然这么说的 只是争论的一面 还有一些把灾区 比较血腥 比较悲痛的照片 放出来的 表示自己救灾灾区 刚通商店 刚通商网 结果看到你们在这争吵 什么人的救灾应该接受 什么样的救灾 他们是什么新纳粹 什么白人智商主义者 那非常愤怒 说你们这些呢 叫做keyboard warriors 键盘勇士 就是我们这边 说的键盘侠嘛 天天大放厥词 实际上呢 你们会再去做了什么 当我们孤立无援 这吹风吹到这里 已经第几天了 刚刚通电 刚刚有网 上网发现你们 叫我们不要接受救助的时候 那民主党在干什么 民主党控制联邦政府 几百亿几百亿 去给了非法移民 欢迎他们到最大的都市 去住四星级豪华酒店 这个事我们两个观众 应该记得我 专门出过一期 是住纽约的 还是风景非常好 在这个都市中间 是吧 整个全包出来了 因为政府给钱 给了这个酒店 觉得我没有必要 再向这个普通的住客 再开放了 你每天都有这么多 的非法移民来 而且非法移民住 人家同样都是住这个酒店 普通老百姓过去 要付几百刀 才能住那个酒店 完了之后 旁边住的一个是 完全不花钱进来 还是非法移民 谁愿意受 这对于普通住客来说 难道不是一种羞辱吗 所以说人家不愿意住了 专门接政府的单 我甚至还看到 他们的争吵底下 放了一些非法移民的 做的节目 怎么着非法移民到美国 然后民党政府的 这个政策下面 能够每天获得多少 免费的这个物资 从起床就开始录 起床下路吃早饭了 然后再嫌弃一下说 面包不够松软 这个酱啊 是什么烧烤味的之类 因为这个底下 还有英文翻译 你要没有英文翻译 老外可能还没有这么气 看到你吃的这么好 然后我们是合法的 在这居民住了几百年 虽然地也是抢过来的 一开始 结果联邦政府 给我们是什么帮助 给你是什么帮助 你有这松软的床 干净的被子 甚至实际上 这个条件都算刺了 你要真算 在纽约那个四型酒店 人家还有评分卡呢 这个服务到底满不满意 床要不跟你 什么换枕头之类的东西 简直让现在灾区的 那些老马甘选民的气炸了 他们现在是什么 水都没有 店也没有 饭也没有 然后看到别人在说 你不要接受人家的救灾 与此同时什么 难民非法移民 在纽约四英尼宾馆 好吃好喝 还说什么 欢迎他们是应该的 你让这些受灾民众 怎么可能不气愤呢 刚刚店 刚刚通网 怀抱着孩子 没有东西吃 逮捕逮捕 隔了几天 忍机挨饿 终于来了一帮人 帮你家什么 清理清理 完了是通了店 通了网 政府送点 反正很难吃的玩意 应急食品 稍微吃一下 这时候打开手机 看着非法移民在那宣传 在炫耀自己的生活 怎么把新鲜的水果 这个苹果报吃扔了 这个牛奶 他这个没有挂杯 面包黄油放太多了 有点厚热黄 是吧 不吃了 扔到这个垃圾桶里面 说不定这灾民气到 把手机砸了 拿起华尔街日报 报纸一看 直接标题说 就你们的原来是白人西大粹 你们要警惕 你怎么能接受他的救援 他们是恶意救灾 这个梗就在这了 把人家气炸了才怪 所以说这个事 完全不像大家想说什么 救灾 哎呀 有什么了不起的 跟大选的 关系大了 没关系 两党的冲突在里面 非常完美的能够 切到你一边 我一边 激烈的对立起来 水火不容 所以这个戏呢 无疑是非常精彩 那作为一个总结 飓风救灾呢 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 导致很多信息啊 传播不变 制造这个假消息 浑水摸鱼呢 让董王这边 确实是获得了很多的优势 所以飓风刮起来之后啊 救灾的新闻层出不穷 那董王的知识率 甚至是非裔和Latino 传统应该是要投明朗 都有了相当显著的转变 这里面当然还有奥巴马 自己去当资得有的原因 但反正呢 这个如果说这些都是小事的话 那宏观上更加值得关注的 无疑是 从救灾中获得的优势 能否持续到大选的那天 锁定这几个非常关键的摇摆州啊 因为明面上无关立场 大家能够认同的是 应该就是这七个摇摆州 来决定 2024美国共同大选的 最后赢家了啊 那么就这样混乱的场景 对联邦政府比较不信任的 群众反映 明朗会作何应对呢 一起期待 对联邦政府 Flat